由于不幸因果, 现在人造物是多方面的, 普遍都在造物, 其中最可怕的是媒体, 宣传色情暴力的负面内容, 把大人小孩全都叫坏了, 现在人沉迷于上网, 沉迷于电动游戏, 沉迷于手机, 不但是自己的身心, 受到极大的伤害, 家庭和工作受到极大的妨害, 有些甚至糊涂到, 拿着刀枪去杀害别人, 这些问题的罪魁祸首, 是制作这些不良网页游戏手机信息的人们, 他们为了自己能赚钱, 不顾社会道德不及后果去发展这些令人沉迷的东西, 结果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, 比杀人还要严重, 杀人的祸害是短暂而局限, 使人迷乱的祸害是长久而广泛性的, 这些人是社会当中受到这么大的伤害, 所有这些痛苦将来都会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, 以及影响他们的家庭事业等等, 后患无穷啊, 而且痛苦的程度是加倍的严重, 现在他们不相信将来造成卧报的时候, 就后悔莫及了明了英国法则, 怎样才能挽救这些造物的人, 挽救这个动乱的社会呢? 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提倡英国教育, 提倡英国教育, 必须了解基本的英国法则, 一,英国不同时, 从英到国需要经历一段时间, 这个道理会从庄稼看出来, 昨天种了瓜苗, 需要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成熟, 不可能几天就有瓜可以受枕, 同样的道理, 你现在做了上司, 不能马上得到善果, 需要经过一段时间, 它的善果才会成熟, 如果你现在做了上司, 马上得到善果, 那不是你现在所做善业的果报, 而是你过去所做的善业, 得到现在善业的帮助, 而结成的善果, 过去的善业是因, 现在的善业是作员, 现在的善果是过去善业的果, 相反的, 如果你现在做了善业, 就没有得到善报, 反而得到的是卧报, 那并不代表你做的善业没有善果, 而是你过去所做的善业, 现在成熟了, 先产生获报, 对于过去, 我以而言, 你现在所做的善业, 是, 章云, 虽然力量不足以阻止卧阴阶层的卧骨, 但是, 必定会使卧阴的力量小弱, 所以你的卧报减轻了, 如果不是因为你现在做了善业, 你这个卧报会更加严重, 这就是因缘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, 很多人的所以不信因果, 就是因为不了解这个法则, 尤其看到作卧的人, 没有得到握报, 依然逍遥法外, 作为作福, 嫌善的人, 没有得到善报, 依旧穷途潦倒, 受苦受气, 因此就否定英国报应, 认为作卧没有握报, 作善没有善报, 那么, 谁还会那么傻去做善事? 确实, 确实, 现在社会上大多数人认为自私自利是正常, 做善事的人是傻瓜, 这是因为他们太短时不了解,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道理, 这个人过去深重, 修了大佛宝, 这一生虽然所造的物业很多, 但现在享受的是过去的佛宝, 还没想完, 继续真正的享受, 过了十年, 二十年, 等到他的佛宝相见, 可怕的卧宝就显现了, 所以, 英国是不会差错的, 二, 英国同三世, 三世是过去世, 现在是未来世, 现代科学家已经渐渐证实, 仍有前世, 今生的轮回存在, 前世今生, 具有英国关系所为, 与之前世引, 今生受证实, 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过去, 造作什么因, 只要看看你这一生所受的, 是什么果报就知道了, 硬骨是相应, 这一生, 如果你受的是贫穷, 多病的果报, 可见过去生, 你一定是造作签论, 杀生的我意, 同理, 今生跟未来生, 也有英国关系, 所谓与之来是果, 今生做这事, 如果你想知道, 来生会得到什么样的果报, 只要看看你这一生, 造作的是什么业, 就知道了, 你这一生如果, 造作财布时, 以财务帮助他人, 发布时, 把自己的学问技术传给他人, 无谓布时, 使他人免除疾病的忧愁不悔, 来生, 你就会得到财富, 聪明智慧, 健康长寿的果报, 依照产生报应的时间, 果报可以分成四种, 第一, 现报, 今生造业, 今生受报, 又称为现实报, 善务也造得重的, 或者造得多的, 就可能今生产生果报, 所以人的命运, 是可以靠自己, 努力去转变的, 了凡私讯里面, 就讲了很多, 这种情况, 本来贫贱短命的人, 造了大善业之后, 变得富贵长寿, 本来富贵长寿的人, 造了大卧业之报, 变得贫贱短命, 我们要知道, 现实报, 只是一种花报, 就好像, 戒成果实之前, 会先开花一样, 正式的果报, 还在来时, 果报的程度, 比花报更重, 第二, 生报, 今生造业, 来生受报, 这是最普通的现象, 后报是今生造业, 下下生以后, 测受报, 这一辈子造业之后, 现报没收, 第二辈子生报也没收, 要等到第三时, 第四时, 甚至更久以后, 测受报, 是不定报, 今生造业, 不一定在哪一身受报, 要看遇到什么样的语言而定, 如果, 现实就语言具足了, 就现实受报, 如果后世才原具足, 就后世自如, 三, 因小过大, 小小的瘾, 可以造成很大的苦, 这就好像一颗小小的西瓜种子, 埋在土里, 将来能够长出很多大西瓜, 大西瓜里面又有许多的西瓜种子一样, 因此, 因此, 所谓血液的万宝, 是真实的, 关于这一点, 佛经上, 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, 佛陀在世的时候, 有一位婆罗门长者的老佣人, 从屋里端出一些已经搜掉的事物, 准备倒掉, 他出门, 他一眼看到佛陀, 位于庄严的形象, 油然而生起供情形, 他很想供养佛陀, 但是手上只有搜掉的事物, 怎么能拿来供养尊贵的佛陀, 正当他忧郁不决的时候, 佛陀微笑放光, 欢喜地用波, 乘过老妇人手上的苏氏, 然后转头告诉阿南, 这位老妇人一心虔诚, 因为她虔诚供佛的功德, 王后她将有寿武界, 这么长久的时间, 在天堂里面享受快乐, 受武界之后, 下身人间, 具备出家修行的姻缘, 这是老妇人的主者, 婆罗门的长者, 正好从屋里头走出来, 听到佛所说的话, 觉得非常不可思议, 佛就问, 这位婆罗门长者, 你可曾见过其他不可思议的事? 长者回答, 有啊, 有一次, 我们有五百两马车, 接班出游, 由于天气闷热, 便找到一棵大树下乘凉, 这棵大树, 可以这笔, 五百两马车, 还有多余的树荫, 树木之大, 真是不可思议, 佛接着问, 你可知道, 这棵大树的种子有多大吗? 张着它, 像芥菜籽那么小啊, 佛说, 这就对了, 这就是因小果大的道理, 老妇人不是佛的因, 虽然很小, 却能得到那么大的果报, 因小果大的认词, 是心念的速度, 它快乐, 弥勒菩萨说, 弹指之前, 三十二亿百千年, 念念成行, 行皆有始, 一弹指就有三十二亿百千年, 单位是百千, 百千就是十万, 三十二亿乘十万, 就是三百二十兆, 这一弹指就有三百二十兆个念头, 一秒钟, 可以弹七次, 三百二十兆, 再乘七, 可以换算出, 两千两百四十兆次, 一秒钟里头, 就有两千两百四十兆个念头, 每个念头都是多烈点, 这种威胁的念头, 频率太高了, 所以弥勒菩萨说, 这个一念, 极其威胁, 没有办法支持它, 它太快了, 信念的速度如此之快, 所以短时间内就种下了十十多多的种子, 将来这些种子, 戒程国报的时间也就很长, 经上记载了, 木槿连尊者的英国故事, 木槿连尊者, 过去有一生曾经歧途杀害父母, 那时她的父母双目盛名, 她的妻子不愿意奉养世民的公婆, 就学法让丈夫对父母产生怨恨, 又说了很多坏话, 建立他们的感情, 最后说是丈夫杀害父母, 她的丈夫受到妻子的蛊惑, 竟然真的生起, 谋害父母的误信, 按照计划有一天, 她带着父母外出, 要经过一个森林, 在森林里面, 她假装强盗来了, 然后拿起预备好的木槽, 狠狠地, 打父母, 想要把他们打死, 没想到, 就在她痛打父母的时候, 她的父母, 不是呼唤儿子来救自己, 而是呼唤儿子, 赶快逃命, 不要被强盗所害, 她被父母的慈爱感动, 最后在良心发现, 跪下来, 向父母贪嗔自己的过处, 由于欺读杀害父母的慌虑, 她那一生断命, 死后躲在地狱里, 受很长的痛苦煎熬, 离开地狱之后, 寒手出身, 莫无鬼道的苦, 后来转身为人, 无波事当中, 每一世都是, 骨头被打碎而死, 乃至最后, 到了身为穆建林这一世, 也不例外, 虽然她跟随佛陀出家修行, 正在阿罗汉苦, 成为佛陀坐下神通第一的大弟子, 可是业力成熟时, 由于她强大的业力, 使她无法入定, 她就无法生起神通, 这就是所谓神通不敌业力, 结果她被一拳智障歪道冲塌, 直到全身骨头都被打碎, 因而造成她如涅槃, 这个故事充分显示, 影响过大的现象, 她企图抹杀父母只有一次, 为什么能够产生这么多是极大苦暴呢? 原因就是, 心念的速度太快了, 所以皆是只是一次造业, 所造下的业因也是非常多的, 假使她过去生, 痛达父母的时间是半个小时, 那根据弥勒菩萨的说法, 一秒钟按弹指七次算, 一秒钟就种下2240兆颗企图杀害父母的极重物业, 半个小时就再乘上1800倍, 所以她造下的重大物业的数量是非常惊人的, 这些极重的物业, 不但造成她那一身多病短命现实宝, 也就是花宝, 而且造成她死后堕入地狱, 长久受苦的果宝, 造成离开食欲之后, 再出生到恶鬼道的余宝, 后来无本事做人事, 骨头都被人打碎了, 也是过去生中那一次物业的余宝, 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, 重大的业能够产生当时的宪宝, 来世的果报, 以及未来世的余宝, 真的是波澜不朽啊, 没完没了啊, 看到作卧的报应如此惨烈, 你还敢无你父母吗? 你还敢造其他的卧业吗? 一经习次转述, 即善之家必有余亲, 即不善之家必有余养, 意思是说, 积累善行的家族, 会有多余的恩赐, 是后代也承受佛报, 积累卧行的家族, 会有多余的罪悟, 是后世也遭受灾阳, 这一段话, 就是应效果大的一个民阵, 应光大四十, 既然有余亲余阳, 那就一定有本亲奔阳, 本亲是极善的人, 自己享受善业的果报, 余亲是他的善业, 辟引子孙得福, 这是他善业的预报, 本羊是极窝的人, 自己承受卧业的果报, 余阳是他的卧业, 连累子孙受苦, 这是他卧业的预报, 我们还要了解, 不但营销过大, 而且国报到来的时间, 越拖越久, 程度就变得越严重, 这好像债务拖欠的欲求, 利息就越多, 是一样的, 所以造了卧业之后, 要赶快忏悔, 赶快勤修善业, 把卧业的严重程度小弱, 甚至提早报调, 重罪轻报, 你日后再不会遭受严重的苦暴, 佛门有句话说, 菩萨为因, 凡夫为故, 菩萨是明白人, 了解因效果大的道理, 知道造作为因之后, 未来的果报非常可怕, 所以会非常谨慎, 小心, 不敢造为因, 至于卧宝, 菩萨知道, 那是自己过去身中造作卧业, 所产生, 受过之后就爆掉了, 并不可怕了, 所以菩萨能够安心接受果报, 不会因此而生起烦恼, 这就是, 随缘消旧业, 更不造新的量, 随缘, 让旧的物业爆掉, 不造新的物业, 以后就不用造受新的物报, 凡夫迷惑电脑, 只知道物报很可怕, 努力想避免物报, 却不知道停止造物, 才能真正避免物报, 当他受到物报的时候, 内心生起烦恼, 为了拖拥物业, 不许损人利己, 造作种种物业, 他看到现在, 造了物业之后, 还没有马上得到什么不好的结果, 所以就不怕造物业, 现在他继续造作物业, 以后他的下场, 就非常可怕, 这就是佛菩萨所说的, 《阔丽明珍》, 由于不明因苦, 凡夫不断, 起烦恼, 造业受苦, 受苦之后, 又起烦恼, 然后又是造业受苦, 如此, 在生死苦海当中, 轮转, 没完没了, 四, 善悦不向低效, 世间所谓的功果向低, 在因果法则里面, 是不成立的, 做善, 就在自己, 新天地, 落下善种子, 善业, 做窝, 就在新天地, 落下窝种子, 窝业, 善种子和窝种子, 不能互相低效, 到他们, 音乐成熟时, 过节过的国宝, 不会互相混淆, 虽然, 不能互相低效, 但是, 善悦, 会相互影响, 现在, 造作善业, 对于以前的善种子, 是祖缘, 会增长他们的影响力, 对于以前的落种子, 是章缘, 会削弱他们的影响力, 所以, 你做了善事之后, 如果继续行善, 你之前的善种子, 就得到越来越多的, 作员, 力量会越来越强, 将来建成更强的善宝, 正如, 已经西斯传所说的, 善不及, 不足以臣平, 不断累积善行, 才能造成, 美好的名声, 相对的, 你做了卧司之后, 如果奴隶行善, 你的落种子的力量就被削弱, 将来建成的落抱会减轻, 这就是重罪轻薄, 就像玄状大师, 即将缘解的时候, 生了很重的病, 他怀疑, 是不是自己, 翻译佛经, 有问题, 所造成的, 结果到了晚上, 菩萨给他吐梦, 告诉他, 这是重罪轻薄, 由于他翻译佛经的功德很大, 使他过去身中的许许多多重大的物业, 由于经过这个病, 都爆掉了, 翻过来说, 现在造成物业, 对于以前的落种子是作员, 会增强他们的影响力, 对于以前的善种子是账民, 会削弱他们的影响力, 所以, 你造作物业之后, 如果继续造物业, 你之前的落种子, 就得到越来越多的作员, 力量会越来越强, 所谓卧观蜿蜒, 将来结成更强的卧宝, 正如伊金西斯传所说的, 卧不及, 不足以灭神, 不断累积卧险, 才会导致自身的毁灭, 相对的, 你做了善事之后, 借助, 如果造了很多物业, 你的善种子的力量, 就被削弱, 将来结成的善报, 就变弱, 大家看, 历史感应通缉, 里面, 有好几位, 前身都是大修行人, 这一转世之后, 就不如全意识了, 所以, 望上提升, 是很难的, 望下坠落, 是很容易的, 从这里, 可以看到, 六道轮回的可怕, 好几位,